欢迎收看三个稿说酒,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中国女篮队对西北亚女篮的一场交点战,比赛来到了最后的4分16秒 现在看看 李莫 转个烧条 这个球 吹着走步 西北亚队进攻 烧地手 王思宇摔倒了 这边还去 哇 西北亚队上篮 比赛局 这边是王小萌的摔倒 西北亚队获得了一个二加一的机会 李月如回来 西北亚队上阀 中文队现在是只领先五分 李月如回来 李月如回来 它里 men 黎梦来抢篮板 看看西北亚队上发射线 把救命中进入了少庭 这边又是小宝 好的 这边继续进攻 李月如 手机手传个李源 好的 李梦 中极跳投 漂亮 关键是个李梦的中极跳投真强硬 比赛基 现在抢西班牙队进攻 李源 柴肉是防守 中极的守的是连防 好的 这边看看 西班牙队进攻 李梦防守 少庭 这边险些被抢断 李梦 漂亮 最篮板 少庭抢到篮板 再上秒了 中极的打出了一波瘤 这下把西班牙队直接给干停了 武通通也非常开心 咱看下慢动作 少庭上演的没法舞步 单手上来 这就打的真棒 少庭也是 非常好的一位 领袖 现在西班牙队被打懵了 可西班牙队 能够打出什么样一幕 他的整个的实力要跟中国队啊 没法比 中国队毕竟内线有小宝和韩旭 外界还有李梦 这样的 头手 纯头手 李梦防守也是不容置疑